出大事 去年11月 准确地说11月30号 Chad GPT发布 从那之后只有一句话 能够描述我内心的感受 就是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就在这一年我们受了多少惊吓 一会儿说他能写文章 一会儿说他能画图 一会儿说他能做音乐 一会儿又说他能放视频了 我看要不了多久 这晚上自己就能写个PPT 出去自己融资了 每个月都有大跌眼镜的消息 所以我琢磨了一句话 叫刚刚学会了又说不对了 才说不变又来软件了 这就是过去一年 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震撼 当然这还只是普通人看得见的 在公众视野之外 其实在科研领域 也在发生一场场的大风暴 在很多科学领域 都有一些全新集结的科研小分队 在一条条叫人工智能的小道上 猫着腰 摸着黑 在选择一条不同于传统的道路 向山顶攀爬 我们普通人惊吓 那些传统搞科研的科学家 也一样在受惊吓 就在过去这一年 人工智能在什么物理学 生物学 气象学 考古学 地理学上 几乎每一个领域 都有不飞猛进的突破 当然咱们中国人没有缺席 我给你介绍一位人 这是上海长海医院的曹凯大夫 因为年轻的影像科学的大夫 他的团队就用人工智能 解决了一个超级的医学难题 在过去 一线癌被认为是癌症之王 为什么 因为早期诊断是特别难的 一发现往往就是晚期 但是曹凯大夫和他的团队 和AI科学家合作 研发了一个大模型 仅仅使用叫平扫胸部的CT 就用这一种片子 就可以发现早期的疑线癌 成本非常低 设备的普及率非常高 筛查的准确率也非常高 这篇论文还登上了 国际顶级医学杂志的期刊 这是中国影像医学 第一篇发表在 Nature Medicine上的论文 所以有这样一个专家 是在这么说 说这一篇论文标志着 医疗影像AI 癌症筛查正在进入黄金时代 我特别荣幸地想告诉大家 这位曹凯大夫也是一位得道用户 而且今天我们还把他请到了现场 祝贺你曹凯 祝贺你所有的得道同学 过去这一年 有一个特别科幻的话题 就是通用人工智能 什么时候能实现 什么叫通用人工智能 就是人类能干的活 他几乎都能干 而且干到了人类最顶尖的水平 这叫通用人工智能 话说有一个预测网站 就在预测这晚上到底什么时候实现 前几年的时候 大伙的预测是21世纪的下半叶 这个预测当然就是永远也不可能实现 一杆子就储到了50年后 远着呢 但是就在去年CHGBT发布之后 这个预测时间啪一下就提前了 调整到了2029年 这是去年11月的事 就在今天早上 我又打开了这个预测网站 我发现这个预测可不是普通人 是一方有预测能力的人 他们的预测 这个预测已经调整到了 2026年的4月20号 各位 就这么个有灵有整的日子 就贴到我们鼻子前了 算一下不过是第11届跨年演奖 结束之后的4个月 好可怕 过去一年 大模型发生了关键突破 我们对AI的认识 也在发生颠覆性的改变 现在整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人能够解释 大模型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智能 但是它偏偏就是有了这样的智能 关于未来是什么样 我看已经没人敢说自己知道了 同样没人敢说的一件事情 就是没人敢说 AI肯定不能干什么事 OpenAI的CEO 赞姆奥尔特曼说了一句话 很抱歉 这句话我只能写英文 因为这个英文特别地漂亮 我很难翻译这句英文 最后是万维刚老师 给了一个翻译的版本 可以这么翻译 说一个东西如果 它不应该起作用 但是它起作用 那么科学就该出场 如果一个东西它应该起作用 但是还不起作用 这个时候工程学就该出场 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信达雅的神翻译 这句话在说什么 上半句在说人类的星辰大海 下半句在说我被当下的难题 对呀 人工智能都这么牛了 这么让我们眼花缭乱 但是我到底咋用呢 好像没有人知道 我身边没有什么杀手级的应用 但是好在这是一个工程学的难题 这一条咱们中国人擅长 下面我就给你邀回来几个 我今年发现的小故事 先给你介绍一位 这位是前苹果和特斯拉的工程师 他叫隋少龙 现在是拓江者智能科技的创始人 五年前他创办了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的产品很简单 就是用各种先进技术 做智能机器人 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场景 就是矿山用的挖掘机 那它怎么用呢 你可以想象一个场景 比如说在内蒙古的矿山上 原来师傅们上班如果是冬天的话 那可是零下二十几度 师傅进了操作舱 手往那个操纵杆上一放 手都能粘上去 就那么冷 夏天爆晒蚊虫粉尘高温 条件很艰苦 现在好了 用了隋少龙的他们拓江者的科技 现在师傅们是在这儿干活 远程操控 吹着空调 轰着暖气就把活干了 你看对师傅们来说 不仅劳动条件改善了 劳动的安全性也大大提高 但是我今天想说的可不是这个 要知道 当年这个技术出来的时候 隋少龙可不是这么想的 他想的是什么 想的是替代人 对呀 一个科学家或者工程师 在实验室里搞出了一项技术 当他开完庆功会 走到窗边 推开窗户 看向人间的时候 他心里一定涌动一种情绪 人这回算是没用了吧 用我的技术就可以代替 老板们赶紧把你的团队都解散了 还留着人干什么 对呀 有了这样的技术 可以大规模地替代挖掘机首 你可以到人工最便宜的地方雇人 对吧 替你们省下人工 机器又不会休息 又不会闹脾气 作为老板 你想降本增效 采购我的产品就可以了 多好 但是不好意思 当年的隋少龙 没有说服任何一个老板 裁掉自己的工人 为什么 不是说好了 所有的老板都是唯利是图的吗 怎么明摆着的钱放在桌面上 老板们不挣呢 直到有一次 一位矿山老板跟他吐了点 说隋总啊 是这样 对于我们矿山来说 省两个工钱没那么要紧 我关心的最大的问题 其实是安全问题 这是一 第二呢 你不知道 我们这个镇就是围绕这个矿山建的 你别看我是老板 我和这些师傅们 祖祖贝贝可至少认识了三代人 抬头不见低头见 我老婆和他们的老婆晚上在一个广场跳广场舞 我今上午要给他们开了 晚上我们家窗玻璃就得让他们给砸了 所以你看 我们一抽象地抢 就觉得老板们只爱钱 但是你一具体地看 你会发现 任何老板都受制于他更真实的社会关系网络 你破坏原生的社会关系网络 心理成本和社会成本都非常高大 这次谈话对隋少龙的启发可就太大了 他从此改变了创业方向 再也不提替代人的事 他只专注地想 我怎么支持人 所以有一句话 叫手持利刃杀心自欺 但是真正的创业者 只要你震得到那个具体的情境 你只有选择支持人 这是商业唯一的通道 所以你只能手持利刃 心怀慈悲 各位 在技术时代 任何新技术的到来 社会网络是不会收缩和坍塌的 正好相反 任何应用新技术的网络 它会扩张它 如果你想破坏原来的技术网络 这就会技术的趋势背道而驰了 这是由实验和研究来证明的 经济学家考察历史数据就证明 一个企业如果它勇于应用新技术 你以为人就变少了吗 不 因为人家用新技术 所以会多招工人 它的社会协作网络会扩大 一个行业的自动化程度越高 它容纳的就业反而更高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想想 这也是个老例子 当年马车被汽车替代的时候 大家都以为马车夫会失业 但是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 马车夫一转连人家就改行了 人家当了汽车司机 人家当了修车工 因为汽车的量级是当年马车的好多倍 所以这个协作网络是扩大的 人是不愁没有工作的 那真正悲催的是什么 比如拿纽约来举例子 纽约当年鼎盛的时候 有20万匹马 真正倒霉的是这些马 所以对我们来说 真正的问题 不是AI会不会冲击我们 而是我们要反攻自问一个问题 我是要当那个会改行的人 随着这个社会网络的伸缩 我跟他同步浮沉 还是选择当不会改行的马 我再跟你讲一个故事 是一个传统行业 把人工智能用上的故事 有一位创业者叫王坤 他在深圳经营一家直营的连锁美容院 高端的 你看非常传统的业务 那他怎么用AI呢 他只要把业务场景切得足够细 就能够用AI 比如说原来他的美容院 客人一来进到房间之后 他们都会给他写一张卡 比如说您的房间刚刚效果读 请您放心使用等等 把客人的名字写上 现在就不一样了 有AI了 王坤就可以对他的每一个客人 拿客人的名字 让AI写一首藏头诗 比如说 今天店里来了一个 全中国最著名的帅哥 徐志胜 你看就可以写一藏头诗 一分钟好几首都这个水平的 这就是他们生成的 给客户的AI藏头诗 那你说这尴尬吗 不尴尬 好多人高兴着呢 对吧 这种藏头诗几秒钟生成一张 要多少张有多少张 而且一个普通中专毕业的美容师 就可以操作 所以你说这个客户体验能不好吗 这真的是AI给我们的一个赋能 好 我说到这儿 你会不会觉得王坤是一个技术狂人 拼命地拥抱新技术 不 我要跟你讲他的故事 重点不在这儿 他虽然是我见过的传统企业老板当中 最会用AI的 但是他也是一个知道在技术面前止步的人 我再跟你讲一个王坤的故事 话说有一年他们开发了一个小程序 就是自动匹配美容师和客人到店时间 你可以选自己的美容师 自动地约 好了 这下顾客有选择权了吧 资源匹配的效率更高了吧 但是这个小程序只用了一个月 王坤就把它下架了 为什么 他觉得出事了 你说这不好吗 顾客可以选了 大家都有自由了 也有选择权了 王坤意识到一个问题 说不行啊 因为如果用了这个小程序 我的组织就没法成长了 所有的客人都会约他最熟悉的美容师 陌生的客人会约店里最资深的美容师 那我店里新来的美容师 小姑娘怎么成长呢 时间一长我的组织就垮了 所以小程序下线 他就想一想 技术这个单维的效率提高 不见得一定是福祉啊 王坤跟我说 你想想看如果没有这个小程序 会发生什么 一个客人约了我们的美容师 但是时间冲突了 那我作为店长 我就有可能给客人打个电话 跟顾客这么说 王女士 您那个美容师啊 现在时间有点凑不上 你看这样行不行 您今天正好帮我一个忙 我这儿来了一个新同事 在绩效的时候 就是他们班上学习成绩前五名 我们精挑细选来的 又培训了仨月 小姑娘特别上级 手艺也不错 您今天愿不愿意让她给你服务 考核考核她 您也给小姑娘一个成长的机会 您就说 我们在座也有深圳的大姐 你说哪个大姐扛得住这一番话 你到美容院享受服务 当然是你的需求 但是你提携一个小姑娘 也是一个很强烈的心理需求啊 请注意 这种事不会在人和机器之间发生 只会在人和人之间发生 所以我们要在机器面前适当地止步 我再举一个例子 现在的AI技术完全可以装到教室里面 去识别学生们什么时候抬头 什么时候低头 什么时候专注 什么时候走神 你觉得这样的应用 如果把效率提到极致 对教育是一件好事吗 至少我看过的脑科学可是告诉我 人走神也是学习的一种方式啊 人走神的时候脑的区域的活跃 区域其实是变多的呀 过度监控注意力 其实反而会导致学生丧失对注意力管理的能力 走到这儿就得让技术停下来了 我再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 这个人叫李锐 他原来是学尔斯做产品设计的大牛 现在自己创业 开了一家咨询公司帮助别人打磨产品 今年年初我遇到他的时候 他又说恭喜啊创业 他说对 我现在要发展了 我要招人 但是到2023年的年尾的时候 我再遇到他 他说不需要 我自己一个人挺好 完全足够 而且我的咨询的业务已经开展起来了 那他怎么做的呢 因为他用上了AI 人工智能 他现在分析客户资料 用AI 任何一个cell表他是不会看了 直接喂给AI 我只看结果不看表 他整理会议纪要用AI 跟客户聊完了 客户刚走10分钟 会议纪要就可以扔到群里 他做公众号用AI 文章写好之后 直接喂给AI 什么插图 导读 金句 标题 AI帮他生产 他做产品设计 也用AI 画图直接生成 所以我听了李锐的故事之后 我心里按赞 我说兄弟 你真活成了这个时代 最应该的样子 就这个状态 其实这几年 硅谷还发明了一个词 叫Solopreneur 一人创业企业家 你看见旁边那幅图了吗 一个人三头六臂 什么都会干 我这里说李锐的故事 其实是想反衬 我们身边的另外一种声音 各位 你旁边是不是有人会说 这也没啥用啊 让他替我写个年终总结 写得乱七八糟 一堆陈词烂雕 我问他一个问题 经常答非所谓 或者是有事实性 常识性的错误 AI真想替人类干活早着呢 对 这两种声音都在 你不觉得奇怪吗 这中间那个分水岭到底在哪 为什么有人能用 有人就觉得没啥用 一般嘛肯定是认为这个机器 我之所以用不上 是因为我不会 所以我应该像当年不会电脑 所以我去学无比自行一样 报个班就能解决问题 对 2023年上半年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后来我认识了一位 专门投资AI领域的投资人 来自绿洲资本的张金健 他给我打了一个比方 这个比方太开脑洞了 他说咱不能跟过去的科技革命一样 把AI看成是工具 因为所有的工具 它都指定好了应用场景 你比如说一个老虎钳子 这个工具在你面前 它就是老虎钳子 它用什么 那是非常清楚的 咱得把AI看成大活人 一个活人的应用场景 是需要你去定义的 怎么用人 是需要考验你为一个大活人 发明工作场景的能力的 而且张金健还说 他说你用AI其实很简单 你问自己一个问题就行了 你能领导多少个学霸实习生 你就这么想 这个世界有一些什么 985 211或者是长春藤 大学生 这个人是学霸 所有的学科都学过 所有的学科成绩都是A 一堆大学生现在到你这实习 不要你钱还24小时干活 要多少有多少 请问你会带吗 对 AI就是这样的人 他就像大学生一样 他不知道会干什么 但是他学满了各种各样的知识 他像算盘柱子一样 你拨一下他才动一下 他像大学生一样 他可能会犯错误 需要你耐心地指导 请问你能带几个这样的大学生呢 实习生呢 这个比方真的是让我脑洞打开 没错 我们缺的哪是用AI的能力呀 没有AI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拥有 可以带一个队伍的能力呢 我们缺的是指挥人的能力 各位 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 假如这样的实习生 无限制供给 给你一大波 你能当好他的领导吗 每天早上上班之后 一群孩子都是精英 忽闪着无知的大眼睛 等着你领导 请给我分配工作 你能把自己的任务 指挥若定地分解成小任务 他能干的小任务 然后派给他吗 你能在分配任务的时候 讲清楚这个任务的要素 讲清楚他的范围目标 和验收标准吗 你能在他出错的时候 一眼看出问题所在 然后指点给他吗 你能讲清楚你的偏好 在他给你看他的作品的时候 你让他知道他该怎么改进吗 你能协调这么多实习生之间的任务 互相打架吗 如果咱不能 咱缺的哪是驱动AI的能力 咱缺的是领导力 所以不要天天去学什么 提示与工程学 我们连领导一群人都做不到 我们何尝谈到去领导AI 所以李瑞兄 你是把一个人活成了一支队伍 但是在AI时代重要的不是这支队伍 这支队伍已经快接近于免费 无穷攻击了 重要的是你能领导 这才是AI时代对我们最大的考验 如果我们身为一个甲方 我们面对大活人的乙方 我们还只能下那样的brief 叫什么 高端大气上档次 低调奢华有内涵 我们要是面对大活人也只能下这样的任务的时候 你肯定领导不了AI 你肯定通过不了这场测试 所以并不是说工具强我们就越强大 真实情况是工具越强 对我们的要求就越高 理解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比方 其实我们也就可以回答一个大家都在问的问题 AI会替代人吗 今天我斗胆提出一个答案 斩钉截铁两个字 不会 为什么 今天我给大家描述一段万维刚老师给我的论证过程 因为万维刚老师说 人永远是最终的决定者 因为人可以用血肉之躯承担决定的后果 这说得好像有点过度抬高我们人类对吧 好像有点迷之自信 但是你听一下万维刚老师的简洁论证 他说AI当然强 我们的习惯是谁强谁当领导 万维刚老师说没错 AI非常强 而且他还有一条 他是不死之身 犯了错随时可以重来 重启之后又是一条好汉 这就是AI 但是这全是优点吗 这其中有一条是AI的缺点 为什么 因为人间有一条铁律 谁承担后果 谁做决策 是这个道理吧 对 你可以想象一个场景 比如说今天我们现场所有人 我们突然丛林探险 我们迷路了 那请问我们选举谁出来当我们的领导呢 是能力最强的那个吗 我假设有这么一个人能力特别强 经历过无数次森林探险 但这个人不死 咱们会选择他当领导吗 不会嘛 因为遇到危险 他会诅死嘛 我们一定会选 跟我们一样的那些血肉之躯 会死 心中有怕的人来当我们的领导嘛 所以人会怕 会疼 会死 会爱 这是我们跟AI比起来 看起来是缺点 其实是优点来着 因为我们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能用我们的缺陷 用注定有限的生命 我们去承担后果 所以在人类世界当中 人永远是机器的领导 论证完毕 感谢汪维刚老师给我们这么漂亮的论证 有了这一条论证 其实我心里就踏实了 站在2023年的年尾 如果你问我 AI将来会变成什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问我 我作为一个人 我怎么做一个有怕有爱会负责的人 这就不需要AI了 我们的几千年文明 早就给过我们答案 好吧 带着这个答案 我们一起奔向那个 神秘莫测的AI未来 走你 我们原来经常说一句话 说离开北上广 当然也好不了我们深圳 但是这么想都没出息嘛 我们创业者是不管急不急 我们就问成不成 所以接下来我跟你讲的两个故事 其实是想请各位注意到 我们生活当中正在发生了一个变化 就是有的人从中心城市跑了 你以为这是逃离北上广的故事吗 不 它是找到新的中心地带 到新的地方去挤了 这两个故事都很小 但是它是一个重要的趋势 我们先来看这一位 他叫许开成 原来在成都打工 现在回到老家 老家叫潘芝花 这个城市我们通常都知道 但是它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模糊 潘芝花是在哪 潘芝花原来是一个矿业城市 它因为是山区 所以不适合做大面积的农业开发 但是就在过去这么几年间 潘芝花的水果 尤其是芒果 卖得越来越著名 黄碧云老师从潘芝花调研回来 给我大讲了一通潘芝花发生的事情 我真的是很惊呆 各位 潘芝花现在有家庭农场 专门种水果的6172个 所以你会觉得他们种什么芒果 你会觉得这种热带水果 应该在海南是原产地 但是你在抖音上看 全年卖芒果卖得最火的是潘芝花 是不是还有点意外 那潘芝花是适合种芒果吗 不是 潘芝花是会种芒果 好 我们就简单说一下 像许开成这样的人回到老家 他在潘芝花 他种芒果 他会遇到什么 又会怎么解决 比如说种水果 你得有水吧 好了 6000多家家庭农场 其实形成了一个自制组织 水抽到山顶 哪家用 什么时候该用 自制组织 包括政府也参与协调 大家集体说了算 没有品牌怎么办 集体做个品牌 他们叫潘果 你只要符合条件 你就加入潘果 既然是一个品牌了 你说品质控制怎么办 要知道那个芒果在树上 要糖化到一定成分 到七到八成 才能下树 才能采摘 所以互相之间形成监督机制 你们家没糖化足够 不准摘 这也是互相监督的 吹了哨才能行动 更妙的是 因为6000多家农场 这样的合作 所以他们潘枝花是山须 山底的果子熟了 到山顶的果子熟了 这是一个漫长的时间 所以 如果你在抖音上 注意到芒果的销售 你会发现 潘枝花的芒果 从6月一直 八平八到12月 因为人家果子的成熟期 非常地漫长 你说劳动力不够怎么办 很简单 你们家三个人 我们循环帮着摘果子 你说快递贵怎么办 我们都有6000多家农场了 我们互相之间 联合起来跟快递公司 谈一个打包价 比如说10块钱包邮全过 卖不完怎么办 集体凑分子 咱们办分检车间 我们办冻肝肠 买冷酷 费用各家分摊就完了 那你说想创新怎么办 不用你创新 你盯着邻居怎么干就行了 邻居也想在芒果之外 试验一点新的东西 比如说牛油果呀 百香果呀 夏威夷果什么的 人家成功了 你就跟着学呗 反正是共同做大 攀果这一个品牌 好了 我不跟你细讲了 总而言之 我现在是在跟你讲 一个桃源名士的故事吗 在北上广深混不下去 咱就回老家 不是 许开诚的回老家 不是一个厌倦了 大城市奋斗的故事 他的桓乡 不是回到那个温暖的人情关系环境中 他的桓乡 是回到了一个更高效的 比城市还要密集 创新还要丰富的 一个全新的协作网络 所以各位 如果我们是做事的人 永远不要在心里 生出那个没出息的想法 我要逃离什么中心 如果你发现有人走了 是因为他发现了新的中心 维斯特写过这么一个公式 说一个城市的创造力 和人口的1.15次方成正比 人只有聚集 形成了新的创新网络 协作网络 这里才能做事 所以许开诚的故事 不是一个还乡的故事 是一个找到新中心的故事 关于这样的新中心 我再跟你说一个 前几年我就听说了这个地方 景德镇了不起啊 景德镇现在成了一堆艺术家 外国人特别爱待的地方 各位是不是有点没想到 来看看这几位 我就不念他们的名字了 他们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 国际不同 行业不同 但他们现在都汇集在景德镇 这样的艺术家 现在景德镇 景德镇的一个文创园区 叫陶西川 里面就有两万多个这样的艺术家 这个数字太惊人了 艺术家聚集这并不稀奇 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 都有这样的艺术家聚集 稀奇的是 当我去调研的时候 他们的陶西川的总经理叫刚好 刚好女士 刚好也是我们得到用户 我就问他 你们是怎么操的这个盘 他给了我一个极其让我震惊的答案 说陶西川在创业的时候就想好了 他们要去大师化 奇怪 一般来说搞一个文创园区 当然要请大师进来 开优惠的条件 我给你弄个工作室 我免费给你房子 这是标准操作 但是陶西川算了另外一笔账 景德镇有的是陶瓷大师 他们很有钱 他们不在乎园区给他们的一点点补贴 大师路子非常广 不在乎你给他提供的社会网络 大师非常忙 你给他一个工作室 每天铁将军把门 这个园区的活力和人气就完了 所以他们勇敢提出来这个目标 巨大实化 这个思路是不是有点不一样 过去几十年我们做事通常是一个逻辑 叫木墙 我们要引进墙人 我们要培植墙人 我们要优待墙人 但是你会发现在陶西川 有一个全新的逻辑 叫西路 不要大树 就是一些草 一些灌木 一些地益 一些苔藓 我们这些拥有未来的人在一起长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年轻的艺术家 来到景德镇的陶西川 他会得到什么样的帮助 首先 景德镇多年积累下来的产业优势 要知道 在景德镇 你要是做陶瓷或相关的手工艺 工艺精湛的拉批师傅随处可见 公共摇炉随处可见 花三块钱做一个批 花三块钱可以请一个工人帮忙上用 花一块钱就能把它烧出来 就便宜到这个程度 但你说产品做出来我能卖吗 对啊 这还提供销售的场景 更容易卖得掉啊 这是陶西川给他们做的各种各样的集市 这样的摊位居然是免费的 那你说一个摊位能值几个钱 啊不 对于年轻的艺术家来说 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助 让他们把创业的门槛降下来 那你说这儿摊位都免费 这不养懒人吗 不 他们有防偷懒的机制 你想拿免费的摊位 最多拿六个月 就必须换 你每次要这个摊位还得申请 那谁来批这个申请 年轻艺术家形成一个委员会 你最近有新作品吗 你的产品有独特性吗 你跟别人重复吗 回答好这些问题 才允许你享受这个免费摊位 所以这里一点都不养懒人 年轻的艺术家来到桃锡川这样的社区 他如果想要成长 没问题 这儿有的是各种各样的活动 博物馆 美术馆 音乐会 讲座什么都有 今年到景德镇 桃锡川去看 让我大为振洁 在这儿可以长出各种各样的物种 简单介绍几位 比如这位杨帆 他是景德镇桃瓷大学毕业的 湖北黄冈人 今年25岁 他就在这儿 就拿桃瓷做人的首饰 我问他一年挣多少钱 年收入30万 不算高 但是年轻人25岁起步 很好 如果你能做自己一个工作室 那就会更好 这位是广东人 29岁 湛江人 叫陈建 他挣的就比较多 因为他有自己的工作室 他是一个陶瓷品牌的主理人 在桃锡川创业的人 如果你做到头部 给大家介绍一位 这位叫莫莫 他是开抖音直播了 卖陶瓷川的各种各样的产品 跟很多窑口合作 那他一年大概销售额两个多亿 他的净利润是2000多万 所以陶瓷川这个地方 可能各位并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但是我去看了之后 我大为震惊 它门槛如此之低 而天花板可以很高 这里没有大树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 第一苔藓花草灌木立体生长 千姿百态 各位 我们这个国土上 正在形成这样的小聚落 小中心 和玄来已经截然不同 这里更能容纳普通人弱势 更能容纳多样性 我记得建筑学家亚历山大 他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说什么样的建筑最美 他的答案太有意思了 他说建筑美不取决于建筑师 而是这个一些建筑中 产生的生活模式越多 它看起来就越美 所以戴着这样的眼睛 我们再去看中国每一个角落 你会发现很多地方越来越美 2023年还剩下最后这么一丢丢时间 这一年我们和太多的大师挥手作别 我们有作家米兰坤德拉 有画家黄勇玉 导演郭宝昌 查理芒格 基辛格 经济学家利宇宁 法学家江平 值得铭记的人太多了 但是在这里我特别想提出一位 是世界级的音乐家版本龙一 我很敬佩他跟世界告别的方式 话说2014年62岁的版本龙一 被确诊了喉矮 他干什么呢 他开了个专栏 他在专栏里面问了一个问题 说我还能看几次满月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各位 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上 都觉得时间是一口永远不干涸的景物 但其实这不是真相 真相是我们任何一个行动都是有词数的 就像我站在这里跟各位分享 看起来前路漫漫 其实最多还有11次 所以面对11次这个数字 我能不珍重每一次和你的重逢吗 版本龙一问 我还能看几次满月 所以他有了一个重要的提醒 不要忘记每天都看月亮 因为他是有数的 版本龙一在2022年底 已经没有力气再做一次线下的音乐会了 所以他在线上办了一次音乐会 在有几个满月之后 他就和人间作别 享年71岁 我在这里说他其实最让我震撼的不是这个 是他在去世之前 居然亲手列出了自己葬礼上的每一首歌的歌单 总共33首 全部播完 我自己在家全部播过一遍 两个多小时 而且这个歌单的最后一次更新 是在他告别这个世界之前的三天 他还添了最后一首曲子 Race 呼吸 这位音乐家的谢幕就是这样的优雅 从容 当然你也感觉到了倔强 他比这个世界允许他做的事情多做了很多 哪怕他已经看不见的事情 比如说他的葬礼 他也要控制住 我被他这种对人生的控制力震撼 对 我心里飘过一句话 世界经常对我们长驱直入 我们随着老去也不得不且战且退 我自己今年50 这种感受也非常清晰 但是白本龙衣给我做了一个示范 我能掌控的东西比看起来的要多 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其实我整个这一年都在寻找 我想找到一句话 能够描述这种倔强的状态 直到今年有一次我听到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的院长 梅思琦教授跟我讲的一句话 我觉得就是这句话 别让这个世界对我们完全得手 你可以欺负我 但你不能完全得手 梅院长经常跟他的学生讲这句话 对 哪怕我在这个世界面前不得不节节败退 但是我内心深处仍然有机会留下一朵 铜墙铁壁 它不能完全得手 距离跨年还有20分钟 今天晚上说了很多次 要具体 要行动 要出门 接下来我就跟大家汇报一件事 汇报我接下来的具体行动 说说我要干的那件事 我在和同事们反复商量之后 决定重启当年逻辑思维的常识品 欢迎各位光临 感谢各位来到逻辑思维 欢迎各位继续捧场我们 欢迎来到逻辑思维 太土了 当年怎么好意思给自己录像呢 太土了 所以如果你当年看过 我今天真的要诚恳地说一句 感谢你当年的捧场和包容 谢谢 当然了 这十年我也在进化 所以重启这个节目 不会是这个样子 这个新节目呢 不变的是形式 咱们仍然是一周一期 一期呢一个小时左右吧 咱也说不准多长 变化的是什么 变化的是内容 我决定这回再也不满世界找选题了 再也不天上一嘴 地上一嘴 古代一嘴 现代一嘴了 我就专心干一件事 我每一期讲历史上的一年 第一期就从公元1000年开始 第一期讲公元1000年 第二期讲公元1001年 第三期讲公元1002年 1004就这么讲下去 我算过了 未来六年咱们都在宋朝 第七年第八年咱们穿越元朝 紧接着进入明朝和清朝 一直讲到1912年 历史学家施展老师要帮我的忙 那这一期工程讲完 一共是913期 按照这个节奏干完 那年老汉70 如果那一天我还没有挂 我还干得动 我在反过头干第二期工程 从公元前211年秦朝建立 再讲到公元999年 接上第一期 这又是1227节目 不出意外的话 各位听出来了 这就是我这辈子干的最后一摊事 我会挂在这摊事上 这个我准备压上自己后半辈子的项目 叫文明 过去这一年 我跟很多朋友讲过这个想法 他们会心一笑说 多不然可以啊 你有野心啊 你这是想接过司马光 写资质通鉴的传统 对吧 我说有点这个意思 但也不全然 因为你想吧 司马光写资质通鉴 是结束在公元960年 那我挑了40年 我从公元1000年开始 那为什么要挑这40年呢 为什么要把公元1000年 这个完整的数字 作为讲述的开始呢 两个原因 第一 学术界公认 公元1000年是全球化的起点 第二 公元纪念 这是一个全人类共用的 现代纪念方式 这代表着 我想为这个项目 引入一个全球化的视角 比如说 1140年 岳飞有一次著名的 衍城大捷 这是用步兵打败了 经朝的动装骑兵 那怎么能加一个 世界战争史 战术史的视角 再来观察这场战役 再比如说 宋朝初年 科举制度成熟 那它对我们今天的人 去搞通识教育 有什么启发 再比如1616年 节牡丹亭的汤贤祖 和英国人莎士比亚 同年离世 那各自是什么样的文化土壤 催生了他们不同的艺术风格 这样的话题太多了 当然你可能会说 罗帕尔你又不是学历史的学者 没关系 我有20年 我读上七八个研究生和博士生 我不会我可以学啊 我可以向学者们请教啊 我一边学一边请教 讲给你听 下面 我请大家看一个片子 给你看看 我想象中的文明的样子 文明2024年 2月28号准时上线 我在等各位的一个祝福 把它干完 祝福 我把它干成 幸亏 我在利益超大超长 flag这方面 我算是有点信用 对吧 当年的罗胖60秒 我说要干十年 去年干完了 跨年演讲 我说要干二十年 今年已经是第九届 还记得当年 罗基斯维那句话吗 叫死磕自己 服务大家 我还是愿意干这样的事 就是发大愿 卖小步 走远路 磕长头 不停顿 当然也完全不必着急 就这么一站一站地往下走 正片节目呢 现在是一期也没有 所以我们花了很大精力 做了刚才宣传片 我们的CG导演花了 被我们折磨死了 搞出这么一个宣传片 导演在里面埋了一些 非常有意思的小设计 比如一开头大家看到 好多字 毕生的字膜 请问那些字拼起来是啥意思 都是有假的 里面很多谜底 大家反复在网上看 欢迎大家来解谜 其中最重要的意想是两个 第一是河水 第二是指纹 历史是一条河 奔涌向前 不舍昼夜 但是河我们是抓不住的 我们能抓住的 是河沉淀下来的那个东西 那就是所谓的文明 文明就是我们人类的指纹 它区别身份 也塑造认同 市面上讲历史的节目 其实挺多的 那我们这个节目会和其他节目有什么不同 对 我们给文明节目定了一句slogan 叫经历过 解决过 其实这也是我们给文明这个栏目的定位 为什么是这句话 这是我反复逼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我身为中国人 我身为华夏儿儿女 咱们这个文明对全人类的贡献到底是什么 是饺子吗 是京剧吗 是红楼梦吗 是四大发明吗 是十二生肖吗 是唐诗诵词吗 是故宫长城吗 都算 但是我感觉 我们这个文明对全人类最大的贡献 是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那个特征 我们有着几千年连续的 不曾中断的历史传统 我们的中文 我们的方块字 它记录下来人类最深重的苦难 最辉煌的繁荣 最广泛的合作 最剧烈的冲突 个人的挑战和国家的危难 我们这个民族 曾经山河破碎 又能重新整合 我们这个民族 曾经跌入过贫困和危亡的谷底 又能重新实现负强和繁荣 我们曾经面临草原和中原的剧烈冲突 又能通过制度安排 达成新的平衡 用一句大白话说 我们中国人 什么没有见过 这就是中华文明最了不起的地方 也最能向全人类做贡献的地方 我们不仅经历过 我们还解决过 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挑战和解决方案的课题库 我们的祖先一代一代的 对那么多难题都写下过自己的解题思路 做出过自己的解题动作 当然 并不是你的困境 它都合适 它不见得能回答每一个人内心的恐怖 但是每一个现在在地球上的人 都有可能从中国这个课题库中得到启发 就像村里的一个老人 他可能体能是不如厚生 人家真的见过几十年前发过的那场大水 人家真的见证过三十年前村里的一场喜庆 这个是他独有的优势 所以每一集文明节目 我不是盖书那一年 我是要从那一年的历史当中 我抽出一个这样的课题 把当年我们的祖先是怎么找到他的解决方案的 以及那个解决方案的边界和局限 后人对他的反思讲给你听 你可能会说 哎呀 罗胖这都五十了 可不不以当年身强力壮 二十年的大项目胸口碎大石 能坚持吗 今年感谢沈祖云老师 给我让我学到了一个词 叫外部心跳 人真的 2023年过下来 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有的感受 你可能难免茫然 那这个时候 唯一能给咱确定性的是什么 是来自外部的时间约束 就像是给自己在体外装了一个 能够控制我们生命节奏的体外心脏 一个人当他把自己和时间绑在一起 就等于给自己增加了一种驱动力 来 我想吓唬一下大家 文明这个项目 对于未来二十年的我来说 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是未来我二十年的日历 哪天上新全部标号 这个节目的第一期 会在2024年的2月28号开播 全年播出48期 我每天都在写稿 每周都在上线 每月都在录像 我能确切地知道 2028年 2024年两个月之后 2月28号新节目上线 我以前跟人开玩笑 我经常会说 你知道你2035年的1月1号 你在哪吗 很多人很茫然 我就特别得意 说我知道我 因为2035年的1月1号 是我的最后一届跨年演讲结束 我知道我在飞机上 我一定出去浪 你未必知道 当然了 因为有了文明这个项目 我估计那个飞机 就不是国际航班了 应该是国内航班 因为浪完了 还要回来写稿子 不光是那一天 我还知道 我60岁那一年 我正在给你讲 1453年 军事坦丁堡陷落的故事 我还知道 我的孩子上大学18岁那一年的9月 我在讲明朝 那一年海瑞出生 跟海瑞暂是比不了 但是我对女儿肯定比海瑞好 那什么时候算到战呢 我算过了 2043年的4月1号 你听这日子啊 愚人节 简直像是一个讽刺 这就是未来我的20年 那有朋友说 罗胖你是不是把自己逼得太狠了 你过这么苦的日子干嘛 不 我要像版本龙翼一样 拥有对人生的掌控 我不能让世界对我长驱直舞 文明这个项目 未来20年 很多事我都知道 得正 2025年4月30号 两年后 那一天我们会讲到 苏东坡父子三人进京赶考 咱们就去四川眉山 我们送他们父子三人上路 2026年4月8号 我会讲到张德端的 清明上河图 被宋徽宗纳入自己的收藏 那一年 我们就去开封的清明上河园 各位 你也找到这样的事吧 我们一起一口真气不散 来 我们一起为新年倒计时 五四三二一 新年好 下面让我把舞台交给年轻的音乐家 我们一边静静地听一分钟音乐 一边静静思考我们各自的 2024 我一会儿再回来 我今天时间控制有点问题 前面说的线下活动没说完 我能请你允许我倒回去说吗 刚才我说到了送苏东坡父子上路是吧 我说到了清明上河图 那再过几年会发生什么呢 至少1492年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咱不会错过 那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创举啊 我们今天餐桌上吃的所有的食物 都来自于它从美洲给我们运来的物种 否则没有我们今天餐桌的样子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1492年 我在十年后会讲到 所以十年后的线下活动 2034年5月31号 咱现在就定了 定成什么 我会包下一个川菜馆 请文明的用户去吃菜 我会给你上辣子鸡 没有哥伦布 我们吃不上辣椒 我会给你上番茄炖牛腩 没有哥伦布 我们吃不上番茄 还有红薯粉 有金沙玉米 有南瓜饼 欢迎现在做川菜餐饮创业的创业家 开始报名 十年后准时上线 我不知道你听到这样的确定性 心中是什么样的感受 反正我是把现在到70岁 一眼看到了底 2043年 最后一年 我会讲到清朝的灭亡 清华大学的梅茨奇教授 问我一问题 说1912年既是清朝灭亡 既是中华民国建国 又是清华学堂改名叫清华学校 他就问我 那你到底要讲哪一个 是讲中华民国还是讲清华大学 我今天早上给他回复 我说2043年文明的最后一期线下活动 我期盼能有机会在清华的校园里办 我希望那个时候你能支持我办 我还能得到你的帮助 梅教授努力啊 还有20年 对这个世界经常豪打我们 说太多的事情你说不准 你也说了不算 但是我只要认真干我的事 我怎么就说了不算 文明这个项目 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在前面等我 那有条件咱搭个摄影棚 咱大张旗鼓地干 没条件我在自己的书房 我支个手机会一样干 如果哪个赞助商要是赞助了我们 我们有钱了 我们给策划老师多发点稿费 如果没有赞助商 我实在挣不着钱 我就一个人看书 我开着切的GPT 我一个人写稿我也能干 有了这种外部心跳的约束 我终于可以抛开一切杂念 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 只做一件事情一直做 直到把这件事做成 我现在期待的样子 所以刚才那瓶子 我请我们的导演调出来 我特别希望你再看一眼 祝愿在新的一年里 每一个人在2024年 都找到这么一件事 咱们说好了 一口真气不散 2024年已经来了 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怎么样 很多人都在总结过去的 2013 2023 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关键词 比如说剑桥词典 说的是幻觉 hallucinate 但是韦伯词典 跟它正好相反 authentic 这是现实 小红书上年度生活趋势 是听劝 B站的年度弹幕是 啊 那过去这一年 你心里的关键词是什么 啊 日子是过出来的 没人保证新的一年 一定比过去这一年好 所以就像诗人孩子说的 永远是这样 风后面是风 天空上面是天空 道路前面还是道路 对 永远是这样 日子我们一步一步过出来的 跟别人没关系 我们得自己去做事 做具体的事 一个人通向 另外一个人 我们的道路就会变得更加绵长 从我们的脚下延伸到大海的另一边 既然说到大海 我就顺便跟大家聊聊出海 2023年 我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 请教了很多出海创业的中国人 咱们中国人都有句话叫 在家千日好 出门一时难 但是我坐在这些出海创业的中国人的面前的时候 我感觉到他们没觉得有多难 我倒是在他们身上 在他们的脸上 看出了开创一番新事业的兴奋 去年出海创业的中国人 他们当中流传着一句话 叫杀回海外 大干一场 很多事情你做在国内 你是想不到的呀 比如说 你可能没有想到 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人民币的埃及 咱们中国20块钱一杯的奶茶 在那儿也是排大队 因为不管什么地方的人 都对新鲜的口味有好奇 对美好的生活有向往 你可能没有想到吧 有的国家的女性因为习俗 会用大袍子把自己照得严严实实的 可是你知道袍子里面 她那个脸什么样吗 告诉你 是浓妆 那是彩妆生意多好的市场 你看不见 据说啊 那些国家的女性 一个月用的假睫毛 就够咱们普通中国女性用一年 全世界70%的假睫毛 都是中国生产的 大机会 没想到吧 沙特阿拉伯 这国家人口不算多 但是玩游戏课金的大佬不少 在那儿总共3600多万人口 但是你知道付费的游戏账号有多少 2900多万个 每个月 每年 他们在游戏里面 每个账号平均花费2000元人民币 在沙特 十大游戏排行榜里面 巴西是咱们中国游戏公司 没想到吧 北美那是号称影视行业的标杆 但是咱们中国的短剧应用 Real Shot 下载量在巅峰的时候是超过TikTok 成熟的好莱坞工业怎么样 也是干瞪眼啊 没拍过这么短的霸总剧 狼人剧 吸血鬼剧 好多北美观众 哇 太喜欢中国人拍的这种短剧 一步剧刷下来 经常就要付个三四百元人民币 没想到吧 在非洲 电商也在升级 非洲的消费人群 白领级别的消费人群 中产阶级 有一个数字 已经超过3.3亿 这是个什么概念 就是一个 差不多要和中国和印度 并肩规模的购买力市场 正在隐隐成形 这都是我们坐在家里 完全想不到的事情 也是当地企业 未必能觉察的事情 但是咱们中国企业家 跨海过去 用新眼光 审视当地市场的时候 就能发现这些企业 中国企业看到了 非洲家庭购买电器的欲望 很强烈啊 但是电力网络不稳定啊 好 中国是创新就来了 咱们会面向非洲市场 生产那种家用的储能发电机 这个企业现在坐着 已经快上市了 中国企业家看到 日本人均居住面积非常狭小 他们的家电市场 其实常年也不怎么进步 家电是滞销的 没关系 中国市创新就来了 咱们集成 把房间里的吸顶灯 音响 还有投影仪 集成在一起 这家企业在日本 连续五年都是销关 比如说在北美 故人割草 扫雪和清理游泳池 花费很大的 我们中国人现在很多家庭都有了这种扫地机器人 拖地机器人 所以这样的创新 中国企业又把这个思路用在了北美市场 现在大量的割草机器人 扫雪机器人 清理游泳池机器人 这个行业的头部 几乎全部是中国企业 霞光社智库的主理人 何维 他今年给我提供了很多的调研案例 但其中最让我有感触的 是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 我奋斗出 即是故乡 我之所以在2024年的第一时刻 跟大家聊出海 我并不是想聊这个主题 我也并不是专家 我是想告诉各位 凡是能在陌生地方扎下根的 凡是能用眼睛发现全新方法的 凡是能在不确定的环境里 找到手头一滩活的 无论是在远方还是在附近 您都是勇敢的出海者 这个海无论大小 我一直非常喜欢读王硕的小说 他当年有一句话 我一直记得 叫生活不能改变 我就改变 谁也甭想破坏我的好心情 不棒 今年这一场跨年演讲 你听到的所有内容 你听到的每一个故事 本质上就在讲一件事 如果你想改变 那就试试 回到自己 别指望什么塞到风口 回到自己 回到附近 回到真实的生活场景 从一个一个的具体动作开始 咱们日工一足 千万别破坏自己的好心情 遇到什么事 咱也不破坏自己的好心情 新的一年 咱们做一个约定好不好 如果你在这一年里 遇到了什么困难 或者是阻碍 或者说你不如意的事 咱们就走到窗边 把窗户推开 用尽全身力气 向全世界喊出这么一句话 世界是个草台班子 但 我不是 这里是职尖的朋友 跨年演讲的倒数第十二场 三百六十五天后 再见 谢谢各位的光临 谢谢 祝各位 今年一切如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